其他的 無論是智庫 或者是研究機構 有些是學術機構 有些是非學術機構 可能都會不適有他們的調查出現 我們作為其中一個調查機構 我們就不方便去做一些的情況 我們只是能夠相對客觀地說 每個調查的方法可能都有所不同的 每個機構的專業性也都可能會不同 就算大家都基本上一樣的時候 整張問卷 整個調查的方式 可能都會引致到有不同的差異 所以 當然如果我第一頂帽 就是世界民意研究學會會長 就是有世界性組織 那我當然就可以說 學會本身就是要希望所有的調查法方 都能夠達到那個國際標準 但是我是不會用這個身份 在這裡去講 即是其他香港的研究機構 即是他們的數字 可信度是怎樣怎樣 怎樣跟他們比較 我們覺得應該是有第三方的專業人士 或者是學者 他們可能沒有利益衝突的人士 他們做一個競爭 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簡單來回答就是 現在你剛才說的機構 可能他們都偶爾有身份認同感 我也有看過他們的報告 但是似乎跟我們的方法 還有整個數據的闊度 還有時間的跟進的分析 似乎大家都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都會暫時 身份認同感 都是會每六個月做一次 但是就是屬於內部參考 或者是屬於委託 或者是營購認識去訪問的 那日後怎樣 就日後再去調整 我還不會被封閒 那天是誰 我還想見 淨 兩位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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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